为什么说喜鹊是凶鸟 乌鸦就是凶小鸟 我们常说的 抬头见喜 喜上眉梢 这里的喜指的就是喜鹊 但其实喜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友善 喜鹊是杂食动物 它会着实农作物 会抓走无人看管的小鸡小鸭 喜鹊是三游保护动物 它胆子很大 不怕人 是农民勃勃的眼中钉 喜鹊的领地意识很强 而且不太孝顺 如果食物匮乏 它们就会把年老的喜鹊赶出族群 不允许它在附近觅食 让它们自生自灭 这个跟乌鸦就形成鲜明的对比 是不是乌鸦长着一身黑 所以不被带着呢 乌鸦其实是彩色的 紫蓝色金属光泽 乌鸦的叫声像是在哀嚎 在咒骂 人们认为这个像暴丧一样非常不吉利 但其实乌鸦是及众多优点 无为一身的鸟泪 乌鸦是动物界中的模范恋人 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如果另一半死去 那活着的那个是不会再另找新欢的 乌鸦喝水的故事也深入人心 城市里的乌鸦 它们会把坚果扔到马路上 等汽车撵过去之后 它们再下来着实 而且它们还会看红绿灯 只有红灯亮起的时候 它们才会飞下来去着实那个坚果 哇 乌鸦真的好聪明啊 是呀 乌鸦不止聪明而且非常孝顺 是唯一会饲养父母的鸟类 如果父母老了 飞不动了 那乌鸦它们就会去捕捉食物 给父母吃 直至父母去世 乌鸦还是一鸟 喜欢吃动物的腐肉 这个对于清除恶臭 净化自然十分有利 乌鸦是天牛 蝗虫 蝗蛹 等有害虫子的天敌 有益于农业 因为能够感知灾难的来临 乌鸦常常在大灾之前出现 也因为这样 人们就以为灾难是乌鸦带来的 其实啊 它是在给人们做预警 就像天气预报一样 所以乌鸦才是祥瑞的代表 我会给人们做预警